本該是豐收的季節 走進大豆田裡 卻是枯黃一片 苦悶隨著眼前的景象 湧入農夫的心 拿近一看 不只大豆的大小縮水了 連顏色也青黃不接 邁向大闊分 以農業立國的阿根廷 是全世界第三大玉米 和大豆出口國 僅次於美國和巴西 卻遭逢30年來最嚴重乾旱 預計今年大豆收成 會減少3950萬公噸 玉米也會減少3200萬公噸 分別比往年少31%和22% 專家估計 今年股物貿易出口額 將會減少340億美元 作物產量減少 連帶影響落農業 牲畜糧食不足 產量下降 面臨6億美元的虧損 運輸業也受波及 損失高達11億美元 其實是正確的影響 有些影響 是從新的經濟運動 但是這次有壓力的影響 阿根廷政府承諾讓受災農戶 延緩清償債務 和提高貸款信用額度 仗著一起收入重挫的農夫 有經費購買農具 肥料和種子為下一期農作準備 但舉國上下最期盼的是 一場即時的甘林 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大愛新聞 黃靖廷編譯 阿根廷編譯